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撒创造 昨天下午,我在真老师的校车上翻到了刹车片 确认他就是杀害我父母的真凶,真实大 我决定杀掉他,为父母报仇 离开校车的时候,我隔着后门的铁网 看到真实大在学校 所以我一直跟着他 想提前知道他在学校的行踪 跑找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做案 晚上我发现他绕到了储物间后 爬上了一个阁楼 在阁楼上待了一会儿以后又下来了 然后离开了学校 等他离开之后,我就悄悄上了阁楼 发现阁楼的地板上竟然有一个门 可以通向楼下的储物间 而这个储物间是真实大的 我还看到储物间里放了一个工具箱 里面有不少的工具 我想起在校车上看到过他的工作时间表 明天下午两点,他将在储物间工作 所以我决定在两点之前提前埋伏在储物间 趁他不备用储物间的工具 杀死他 今天下午1点15分,我来到储物间打算埋伏起来 结果发现储物间的门锁了 我从储物间后面的楼梯爬上阁楼 打算从阁楼地板上的按门跳进储物间 可等我顺着楼梯爬上阁楼的时候 竟然听到真实大在阁楼里打电话 而且正好背对着我 在阁楼楼梯口呢 竟然放了一个大奖杯 我也想,这就是我下手的最好时机啊 所以我悄悄地靠近 迅速地抄起奖杯 从后面砸了他的脑 确认他断起之后 我赶紧扔了奖杯 离开